第三世纪 汉昭帝刘福林 刘福林也许是命太短 不然 他像古代圣人瑶那样十四月而生 就应该像瑶那样做出些 让后世传颂的功绩来 不过 刘福林虽然没有什么功绩 但拥有霍光这个掌权而不善权的贤臣 也就足以让他高枕无忧了 不过 这西汉王朝后期 外戚专权善权自此而起 最后导致了西汉的灭亡 汉昭帝刘福林重用外戚霍光 自然就成为了这始作俑者 和其他来路不正的皇帝一样 刘福林也在历史上留下了 比较有意思的传说 这传说也是来自于他的出身 不过呀 这次可不是他的母亲 梦见什么鬼啊神啊的 而是他的母亲的身世 和他十四月而生的奇特经历 他的母亲从出生一时就双拳紧握 不能伸开 当然 他还要长得漂亮才行 所以 这汉武帝刘彻初巡时 才会见到他 汉武帝伸手轻轻一掰 他的双手离开 最后 汉武帝心感奇特 而他又长得很漂亮 所以就把他选进宫 号为全夫人 汉武帝很宠爱全夫人 不久呢 便封他为婕妤 他搬进了魏央宫中的一处宫馆 勾异宫 武帝因而叫他勾异 公元前95年 赵婕妤认身14个月后分娩 这就是刘福林 赵婕妤怀胎14个月 让宫人们议论纷纷 武帝听说后说道 听说当年姚也是14月而生 想不到勾异也是如此 遂使命名勾异宫门 为姚母门 婴儿号勾异子 名福林 刘福林聪明伶俐 武帝很是喜爱 常对人说 此而向朕 他出生的怪诞 也使武帝其一 武帝有心 立勾异子为继承人 但他害怕自己驾崩以后 少于年幼母后临朝 出现当年吕后时的光景 遂犹豫不决 后来 全夫人因是触怒了武帝而受责 不久后抑郁而死 于是 这武帝立刘福林为太子 并由大臣霍光辅佐 公元前87年 武帝驾崩 勾异子及帝位 视为汉昭帝 汉昭帝即位时年仅8岁 其姐姐恶议长公主 住在皇宫 抚养昭帝 霍光以大司马 大将军领上书士 正是无论大小 一切均由霍光掌握 武帝时热衷于队外用兵 内心土木 致使国库好空 名副加重 社会矛盾激化 这汉武帝也算是明军 知错能改 但毕竟他时日不多 一年后病死 给昭帝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幸得霍光重整江山加以挽救 才使得西汉王朝又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他在汉昭帝即位后 就开始大力改革 连续颁布了多道 有利于国家稳定 社会发展的措施 缓解了武帝以来的社会危机 霍光推行的改革方针 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为首的就是这御史大夫桑红阳 桑红阳是武帝并沿铁酒观银政策的策划者 他热衷于武帝前期那种 浩大喜功的政策 反对转变治国的方针 于是 朝臣之间在治国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公元前81年2月 政府举行了一场沿铁会议 就治国方针的问题进行了辩论 经过辩论 霍光所代表的一方占了上风 经过这次会议 进一步促进和坚定了改革的治国方针 而正是由于实行了转变 才使得濒临崩溃的西汉王朝又焕发出了一些生机 但是 这朝廷内部的斗争却在进一步激化 掩铁会议后的第二年 便发生了上官杰 桑阳等人密谋策动的宫廷政变 这次会议 桑阳等人密谋策动的宫廷政变